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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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電台彈琴的Lorence 我現在想介紹一首歌給你聽 這首歌叫做 《腰肝人生》 這首歌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就是 來自我自己的手筆 大概在2008年 創作 那 為什麼會作出這首歌呢 首先 給你聽 一會兒會詳細說給你聽 唱歌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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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니다 好了大家聽過 десят 大家覺得 不同話 聽的歌 很ja 好聽 但其實 他背後 creates一個故事 大概說 2008年 我當時也有教會生活,有團契 那一年的團契,我們查考一本書 叫做人生下本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或者大家在你們所屬教會裏面都查過 當時就想找我作一首歌 他就說,Lawrence,不如你作一首歌吧 內容呢,你作一首歌 跟這本書的主題有關 可以作為我們在團契裏面經常唱一首歌 那我就回去想,究竟寫什麼呢 那我就有一個週末的下午,我就坐在那裡思索 那我就答應了人要寫,那什麼都要寫出來的 那我就關上房門,在一個錦 那我就覺得,船率是比較,可能是比較正面一點 或者是,有一個比較剛強的地方 或者是很實在的感覺 那,開始,我就寫一寫 那,未到一個下午,我就寫了船率出來 那,船率出來了 那,船率出來了 那,就要填詞 那,我填完它 那,我想一下 人生下半場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又想回自己 人生上半場 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們那個查考的主題 就是,人生上半場下半場 意思就是說,你上半場 是怎樣做呢 然後下半場又怎樣呢 那,我想 那,可能是我自己 或者是很多人的寫照 都是,上半場 通常都不太滿意 的,很少人說 我上半場 就很正了 做得很好 那,如果上半場做得很好 那,下半場做什麼 那,一定是要 會有一些 不是很完美的感覺 那,一定會有人生 一定會有很多 做錯 或者一些挫折 的事 不會說 十前十美 總有些 例如,你得罪了人 或者是 有些壞習慣 或者是 不親近神 或者是 你不回屯契 當然是有些事情 那,我會覺得 我們看回 陳生的前半段 其實 最重要的是 無論你前面做得怎樣 不好 其實,我們不要看他 要去回 下半場 那個 發展是怎樣 有時候 未必看前面 最重要的是 你終點 結果 是怎樣 等於你踢球 你上半場 踢到差 拿了雞 拿了零分 也好 下半場 有機會追回 下半場 努力 不要想著 上半場 捧蛋 下半場 就放棄 其實不一定的 我覺得 可以 有一個希望 就是 我會 有一個信念 就是 只要我 後面繼續努力 看著我的目標 我想達成一個什麼目標 而去繼續做的時候 我覺得 一定會 有 一些 好的轉變 正如 我們的上帝 會看我們 無論我們做得多差 主要我們真的 用心去做 他都會 仍然 不會離棄我們 會給我們機會 所以 我們自己 都不應該放棄自己 總言 前面 有些事情做錯了 都不要緊 最緊要 後面做好 我覺得 這樣 會 那個 終點 去到終點 那個結果 都可以 一個很熱 整體 整首歌 的歌詞 重點 都是 這樣說 有一句 就是 就算做錯了事 都不要緊 仍然 期盼下半生 就是說 你做錯事 做得不好 不要緊 我們不要想 我們不要記住 我們 看著後面的路 後面 有一條很猛長的路 我想都會得到神的獎上 是 重新來過 我們 定一個目標 我們 要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無論 生活層面 工作層面 或者熟靈層面 我們都可以 做得更好 所以 我們 不需要再看前面 我們看著後面 看著那個標桿 看著前面 插著旗的標桿 直跑過去 勇往著前 這樣呢 我想都 一定會有個好結果